刚出门减了20万 这20万减的时候里边还塞了个纸条 这个纸条上面明明明白白 给我写的 20万你拿去买车 必须安排一台二手的德系C级车 而且在BBA里边选 如果是你兄弟 你会选什么车呢 今天带你们了解一下 德系BBA里边的三架C级小马车 首先呢 咱从BBA里边的末尾开始给你们讲 德系BBA C1车里边的奥迪 那只有A6了 那也只能有A6了兄弟们 就这么一台奥迪A6 如果说14年上牌的2.5排量V6的话 你基本上需要一个20亏左右这么一个预算啊 车况好与坏啊 就是看它的价格高与低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这么一台奥迪A6呢 它也有2.0T版本的兄弟们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啊 你说你20亏买一台二手车 本身你就要挑一个二手的 你何苦不挑一台2.5的呢 2.5V6虽然也是CVT的变速箱 但是吧 开起来更加的润 毕竟 V6发动机肯定是比直列四缸发动机来的得劲 对不对 对不对兄弟们 然后发动机这一块啊 如果说你有需求安排一台20亏左右的A6 对吧 你就安排一个2.5的 听我的可能就没有错啊 兄弟们 然后奥迪A6这款车呢 整体一个内饰空间现在看的话也没有过时 你就这么瞅当年这台车一二年上市的时候 它就是重新改写了一个科技当年的A6还是玩科技的那个A6 不是现在玩运动操控的奥迪A6的 所以说科技感现在看起来整体内饰风格还没有过时 然后吧 这台车 奥迪A6也是非常好开的一台车 怎么说 方向盘特别轻 而且吧 这台车 你如果是你从其他日系也好 其他德系也好 来到这台A6 刚刚上手 第一次接触它开的时候 它能给你一个加的感觉 就是特别好上手 不像其他车型 要不就刹车特别贼 要不刹车特别硬 要不方向特别沉 要不方向没质感 这台A6就是中规中矩 就像日系车日系三强里边的凯美瑞一样 上不上下不下 每个方面都能给你照顾的满满又等等 然后这台车呢 开起来唯一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就是CVT的变速响 没有AT换挡那种感觉 虽然是模拟巴素特别的省油 但是无论是2.0T还是2.5自然吸气 它所搭载的那款CVT变速响 它的问题随着公里数的增长而变大 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教你们啊 选一台这一款A6CVT箱子的时候 你试车的时候 上车扎好安全带打着火 你挂档 你先挂地档 挂地档之后 你赶紧松沙车 你看看有没有咕咚一下的 就像坑灯顿挫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挂到道档 你看它有没有马上就有倒车的反应 如果是持这个两秒左右 还吞一下子还有个顿挫 那说明这台变速箱你要去维修了 维修这么一下呢 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就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但是啊 谁不想自己的车又耐用又好开 还省心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小问题 再就是2.0T的发动机也好 2.5的发动机也好 奥迪A6它烧机油啊 兄弟们 这个没有办法啊 然后后排空间 作为C级车 而且是长轴距的 必须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后排空间 A6的后排空间咱就不说了 肯定是够用 毕竟轴距它都三米多了 然后呢 再给你们把老演员请出来啊 就是宝马武器 这台武器已经出手了 所以说你们也别问 这台武器多少米 宝马武器呢 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套动力总成 还有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的风格 虽然没有A6的科技感 但是我瞅着就是得劲 就是顺眼 一个人一个眼光兄弟们 你可能喜欢A6 你可能喜欢奔驰一级 但是在他们沙里边 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这个宝马武器 为啥呢 因为你开它的时候 你真正有一台宝马武器之后 你整体的内饰你俯瞰过去 有一个环绕的那种感觉 就是上膀子 就是得劲 那种感觉 我可能讲述不出来 等你开这一台武器出去 溜该的时候 你可能就能体会到了 然后这台车呢 内饰做的怎么样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 我是特别符合这种气质 开这么一台宝马武器 我感觉挺得劲的 而且武器啊 我是开的最多的 在奥迪A6奔驰一级 宝马武器里边 这三台车里边 宝马武器基本上得开了个两三万公里 因为我也收了大概有50来台武器车了 F18底牌代号的 所以对于这台武器 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然后这台车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隐藏在这个机盖底下的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呢 2.0T的 在BBA里边 在当年啊 我个人感觉 他的动力输出表现和他的耐用程度是比较优秀的 而且他搭载的8AT的变速箱是ZF的 他俩那么一匹配 那简直就是上头 我想你们 没有质疑了 就是他们仨里边变速箱跟发动机匹配的最好的就是宝马 这个无可挑剔 然后呢 这款车发动机有什么毛病你们可以翻一翻我之前发的一些视频 我都给你们讲的透透的了啊 兄弟们 所以说这么一台宝马偶戏 今天咱就啊 点到为止 奔驰E呢 前两天刚收了一个 但是那台车在福佐 我没求过来 所以说现在现场是没车 但是奔驰E级是我人生第二台车 兄弟们 就是有了驾驶证之后的第二台车 第一台车呢 是奔驰的C级 我把奔驰C级出手掉之后 换了一台二手的奔驰E级 也是W212的奔驰E级中期改款之后的 我那台车呢 就是搭载M274发动机的 低供应版本的E200L长走距版本 它是一式款啊 就是一式款的改款型 所以说是2.0T的 这台车整体的表现 我开了一年半 一年半下来 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不太符合我 那个年龄 你就想吧兄弟们 我当时应该是17年的时候 就是四年前 我开的那么一台奔驰E级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不到18岁的一个年轻大小伙子 就是长的啊 不到18岁 但实际年龄可能超出18岁那么一点点啊 所以说不太符合我这么一个身份 但是开起来呢 你也调不出来啥毛病 如果当时我没入手宝马的520的话 就是那台奔驰E级 我入手半年之后 我又额外入手了一台宝马的52013款的 当我入手完宝马5C之后 奔驰E我就不怎么开了 导致他停在车窟里 待了整整一个月都没电了 所以说你们应该明白咋回事了 如果你是年轻人 视频前的你是一个正直壮年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我建议你啊 宝马5C真没毛病 然后呢 奔驰E级适合 就是比咱们岁数稍微年长一些的老帅哥们 老帅哥们应该开着奔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也能驾驭得住 然后奔驰那台车吧 奔驰E这台车 W212的这款车 底盘给我的感觉要比W213 就是新款的奔驰E级来的紧实 然后呢 动力输出一般般 但也要比奥迪A6来的得适 毕竟是AT变成响 你别看它是七速的 只不过就是油门辞滞 再就是窝能辞滞 可能给你带来的动力体验感没那么顺畅 但是你要挂上运动模式 那也是动力随叫随到 咱也不是车黑 有啥说啥 奔驰E那款车 我个人以我现在来讲 我当时入手我也没后悔过 反正德系BBA里边的C级车 那三台车价格基本都是40万以上了 兄弟们 你就想吧 你想在他们里边挑毛病 其实真就挑出来啥大毛病 也就是无非一些原来娘台里边带出来的一些痛病而已 而且车这东西开开它都坏 无论啥车 修就完事了 很简单 所以吧 在你挑选车的时候 你别怕它被你开坏 你应该在意的是 这么一台车适不适合你 如果说你这期视频你看完之后 还有什么不懂的 还是犹犹豫豫 那你就私信我 或者是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给你回答的透透的兄弟们 这三台车我真是盘的已经透透的了 真的已经腻了 但是吧 还是喜欢 没有办法 毕竟我很累玩车好多年 只为让你们不流泪 满满灯灯的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是不是兄弟们 画面长了 今天就到这 明天不见不散 下课 拜拜 拜拜